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来到这次的发达广场 请来我们的小母总监郭诗志 郭老师在旁边 郭老师你好 这个时候先和大家都跟进一下 今天来说A股的收市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033点跌了8点 护心300指数收报2146点跌5点 深正城市收报7189点升了24点 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 但见到波幅非常窄 都不超过100% 郭老师见到A股比较快来说 都维持了一段时间 其实A股等着什么因素来到 冲击可以有一个突破 我想暂时来说 大家对A股的看法都比较持平 因为看股值方面 若无八倍的市盈率 首先来说就不算很贵 你相对港股 欧洲或者美股来说 根本上A股仍然住在一个 比较低的水平 事实上来说金融海啸之后 到上证指数最低1664点 你相对现在2033点 不外乎只有300多点 即是说现在距离金融海啸的低位 是300多点 人家美股都升了一倍 港股亦如是 A股暂时来说 徘徊不前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是没有一个弱引在 所谓弱引的应该就是 持有一个比较进取的心态 这个心态由哪来来呢 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 中央的政策方面的推行 如果你由市场经济去主导的话 老实说 股市从来都要 顺应市场或者经济的趋势 而作一个反映 但内地的光耗相反 股市 楼市 以至经济 一直以来都是看中央的政策 以现在来说 我们的总理已经说了 要维持7.5%经济增长 但大家看得到 不论是楼市 不论是内地的消费 或者是内需市场 甚至出口 暂时来说 都很难令人抱有憧憬 要不就有政策出来 譬如内需市场 好像早几年那样 汽车下乡 家电下乡 那些就是政策 那不是代表这次 一定是汽车下乡 家电下乡 但是去年已经说了 一个很庞大的城镇化计划 城镇化计划要行的时间 首先要做的 一定是基建相关的设施 例如房屋建了很多 首先一定要有道路 你有学校 有医院 有社区的设施等等 全部全部都是配套的 大家在等着 据民当时说 城镇化计划是事在必行 这个也是拉动到 中国未来 十五二十年的经济增长 最主要的成因 但是直到现在这分钟 大家都在等着 到底几时才有明显的政策出来 大家不知道 尤其是金融市场 可能现在这分钟 虽然看到内银股业绩 公布之后 虽然平平无忌 但是派息还是比较理想 但是香港这边的几只 国有银行走势 近日来说比较硬正 但是内地的一些相关股份 仍然还是反复不前 我自己觉得 很大机会 市场都在等着中央 会不会在月中之后 下调银行准备金 这个也可以使得 整个投资环境和气候 有所改善 其次来说 基础建设的部分 会不会有些 大一点的政策推行 大家都在等着 我不是说A股会大跌 但我总是觉得 上证指数现在这一分钟 就算升回二三十点 你也是很难突破 这个叫上落代变的格局 在这里说了很多次 去年6月25日的低位1849点 那一阵的技术上 反弹去到9月12日的高位 2270点已经行人止捕了 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上证指数仍然走在1849点 到2270点中间 在这个反弹当中 有421点的升幅 其实升幅当然不是多 不过在这421点的波幅里面 如果你中间画一条线 正好就是2060点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上证指数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走在2060点下面 你真是反复大弱 这个不需要争议的了 如果你说漸漸漸漸跌 跌了2060点 那就更加麻烦 因为到期时 2000点的防守性 又会受到考验的了 严格来说 一日上证指数 仍然在2060点之间 反复上落 就算稍微做好一点点 都是有波幅 没有升幅 有反弹 没有大升的格局 虽然不预期会大跌 但是最低限度 这些上落代变的格局 一日不消除的话 资金入市态度 一定是持续保守的了 尤其是一些 短炒投资的资金 更加不会在这些 这样的环境上落 无定的市况当中 大举投入的 这点看成交金额 已经知道了 我对A股看法 我又不会看得很淡 因为真的 如果一旦有政策推行的话 上证指数走回一阵 比较急步的声势 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例如内税市场的拉动 或者固定投资的拉动 其实都是政策 但是如果真的要遮重内税方面 医食住行家电医疗等等 都会有政策扶持 你要鼓励民间的财富消费 对经济贡献提供一定的效益 首先来说就是股市 因为如果股市能够做一个有幅度的上升 当然不是升10点、8点那种 或者技术上的突破 重要一个支持位是被攻破的 好像去年9月12日的高位2270点 如果被攻破的话 即是1849点的上升 开始出现一浪高一浪的形态 在那一分钟 投资市场的情绪一定是比较高涨的 股市的上升是有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 自必然就是有消费的了 好像美股那样 金融海啸之后6469点 去到去年12月31日的高位16588点 升了足够的倍半 升过万点 在这些上升当中 市场是带来很大的财富效应 你拿着美股那些陷阱 每个都赚大钱 你赚了钱之后 你心情又好些 消费能力又强些 令到整个市场都可以稍微活跃 相反来说 A股持续闷局一场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2009年8月4日 上证指数当日最高见过3478点 但之后那46个月 持续反复下降 去到去年的6月25日 1849点 才算是断定了 但由1849点的上升或反弹 暂时来说 都不能很明确跟大家说 A股已经跌完 已经见底了 这一分钟都不能够说 因为我都在等 直到上证指数 成功回到2060点以上 站在2060点以上 逐步向上推升 我才可以跟大家说 一个中微调整 应该告一段落 比较关键的阻力是2270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其实整个A股都是上落代变 大跌的机会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说在现在这一分钟 这样的气候 这样的成交感压之下 要去大幅度上升 也真的很困难 典型是有波幅 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或者在18点或185点之内 会上落无限次 直到一天 真的有一些政策 或者有一些成因 造就了一个声势出来 从而才令到A股 可以出现一个浪高于浪的形态 不过现在这一分钟还是不可以的 由去年9月到现在为止 头答未已经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直到现在这一刻 A股仍然是上落等变的格局 不过如果这四月份 中央真的有政策出台 或者夏条银行准备金 或者基建 甚至乎一些城镇化计划 很明显加大推行的步伐 市场的信心是会回来的 尤其是A股上升 自必然可以有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 又何妨没有消费 当然内需市场走得好 基础建设能够配合 这应该可以维持到7.5%的经济增长 好 谢谢郭sir 对于A股方面收市表现的分析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郭sir留守 因为他是今天最下一节 也是郭sir唯一一节的问答环节 如果大家有个问题 想问郭sir的话 就不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传电话给我们 请订阅ASK at BSChannel.com 或打我们的问股热线 204 6566 转头接听